昨天晚上躺下很快就睡着了 但是睡到三点钟 三点多起来醒了半天没睡着 估计饭有两个小时 然后五点钟可能睡着 今天今天他从G32国道 他从南京到合肥的这一段 原来的这一段路被G40高速覆盖掉 那因为走高速没有什么可以拍的 所以我就走下面的省道 稍微绕一圈好了 所以这段的话就没有办法了 完全还原原来的路线 现在来讲完三点钟 这里面的路线 有点点准备 这段时间里面的路线 都很好吃 然后打个口 然后再复充满 走高速的路线 太小了 就这么大了 那是一段路线 一段路线 都还在家里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刚才老板跟我说这个地方叫乌江镇 暂时没找到吃饭的地方 而且今天天气好热呀 我给外套都脱了 但是手套还得戴着 不然晒得太厉害了 我来的时候我那天走高速 早上里面还套了一个羽绒服 然后现在天气就热成这个鬼样子 是这个这个地方吗 是热死了 是不一切 你个几十个发来 这下来 你们一秒就给你跑 好 谢谢老板 Krank 好 好了 西小城 表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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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包含露营的设备 一二三 三个也不够用 还需要再搞一个 但是GoPro都没有的时间充电 今天总共跑了342公里 花了11个小时 零四分钟 这样一个双人床 然后还有一个卫生间 这样一间房间只要60块钱 当然也有一些缺点 就是 它这个地毯没有打理 这个地毯本身很难打理 然后地毯上就有一股淡淡的嚼臭味 还有刚才那个厕所那个抽水马桶也是坏的 也就是说刚才地上那一盆水是用来冲厕所用的 不过主要还是因为 它那个院子里可以停车比较放心 今天就是这么个情况 明天见 拜拜 一下雨了就是有一些问题 虽然没有下雨 但是这个东西还是要 鞋套还是要套一下 然后我刚才看 因为我之前走这边的话 我之前走过这边 这边就知道信阳 信阳的故事 然后到安徽边界的这一块 路况非常烂 我去加个油 一会儿出门你就可以看 你们就可以看到 上面的路有多烂 四十 车很重 下来光倒 不是你下来这是咱们的毁定的 如果你不下来我就要看 要放点几千块了 多斤呢 每次放到几千块了 我给你一把 最后还是一百要放给你了 加吗 四十 四十 四十对对对 你现在后来就要上 你要走啊 你跟他们都是一样 好吧 二八 你只要花了 你直接走 你过来 快走 过来 快走 今天真的非常冷啊 这会儿室外温度只有9度 就很冷 哇 部分漆掉了 完了 完了 回去找吧 GoPro7刚才在不知道哪地方 这夹子断掉了 也就是说我今天用GoPro7 录制的素材和那个2300块买的GoPro7 全部没了 我刚才骑回去 骑了 我刚才骑回去骑了11公里 骑了11公里 我在路边再就找了一下 没找到 不知道掉在哪个地方 太可惜了 但是我现在还得继续走 还得继续赶路 已经找不回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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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在双向两车道的原因 车辆都很难超车 所以弯道也比较多 所以就是积累了一长牌的那种大货车 光是想超车就得跟好久 你看前面 看前面这个地方 因为一个车道就很难超车 哎呀 呆在这路两边那一天天天屋里边扫不完的灰 灰大到爆炸 做到这种环境真的是 你想不犯鼻炎都难 所以骑机车在这种情况下走长途 跟出发地跟到达的目的地的空气质量没关系 只要知道在下面这个路上灰很大就对了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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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已经到我亲戚这个小区了 然后我今天晚上可以住在这边 明天的话下不下雨我可能都不会走 因为我要等合扣期到了我才能走 期了9小时36分钟 包含我吃饭的时间 然后总共行程是463公里 可以的 任务完成 明天终于不用太着急了 也不用急着赶路了 也不需要住外面 好了下一个旅程见 下一个旅程要从西安出发开始向西走 拜拜 拜拜 sayona la 拜拜 sayonara 感谢观看